为了方便自拍,尤其是拍一大群朋友时 拍摄者都把自己的手机按插在长杆上 然后手过不着而无法按摄像Button 所以我建议华为研发一条 转线可以插入手机尾部 转线里头有个按钮Button 拍摄者的手就能任意的按钮不断地自拍 把自己的一大群朋友拍进去 第二,眼神拍照跳过声控可用眼睛自拍时 用眼睛控制手机对准摄像头只要一眨眼立马能自拍 当然即使日后把摄像头埋入屏幕下 也能感受到用户的眼神 也能自拍浅长摄像头 好像好几年前我已经听闻了 希望华为能首先做出来 第三,拍前方景物时 也一样能用眼神控制摄像头 Mate60 Pro让我看见很不一样的一点 就是屏幕的顶端中方有三个黑点 这是前所为的 以后也能把摄像头的控制点放在屏幕上方 让其感受到用户的眼神 那就能立马拍到前景 第四,让华为手机浮在半空中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开四项对话 说久了,手拿着手机会很累 在外面又不太方便 四处拿着指甲啪啪走 咋办? 华为可以研发一种科技 让手机浮在空中 只要用户对着华为手机说一声 Stand 手机立马浮在空中 或用普通话说 站立 或其他语言指令 华为手机立马浮在空中 商务人士看到这款华为手机能不心动吗? 到时这款手机肯定是王者 五,华为宣控手机升级版 能倾斜30度、60度或90度躺平 比如在三亚上 用户可以用原指令 让这款华为手机倾斜 30到60度不等 一拍摄三下的景物 也同时能声控拍摄 用户只要握住手机 摇两下 悬控功能解除 手机即可放入口袋 六,华为悬控手机再升级 除了角度倾斜之外 在下 下一款华为手机 还能左右移动倾斜 让用户随意 用任何角度拍照 这款华为手机肯定同波贴 好了,分享完毕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